開發者帳號他也會幫你建立 iOS的那個App 你也可以直接在iOS的用戶上面他也可以 去下載並且使用這個App OK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 小綠人變藍色的 OK那這個時候有沒有 你就可以這樣 Scan一下 手機啊直接啊 這個QR code scan Scan你就直接 掃一下 他就找到一個網址 對不對你就這個網址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就直接會跳出 安裝的畫面 他會 所以你就是點下去那 不能安裝通常是什麼位置來源 沒有打勾啦 那你這時候有沒有他會就開始下載 那檔案大小這個大概400多K啦 400多K大概一兩秒鐘就下載完了 下載完之後的話你就怎樣 打開啦就直接把它打開 因為他是一個APK幫你download下來 打開之後的話呢 就把要不要安裝 按確定 確定之後就安裝完成 就這麼簡單 那你剛剛做的那個 就可以馬上在手機上可以看到 就不會有 他會放在程式機裡面 或者直接開啟 應用程式裡面 直接就開起來了 馬上可以看到剛剛的成果 這感覺 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非常的快 我們才第三周上課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成果 基本上感覺 一模一樣 而且 手指頭點下去 應該還好 因為Listervue大小還OK 所以基本上 不錯 而且馬上可以秀出來 也不會卡卡的 下一頁下一頁感覺 還蠻流暢的 所以 可以接受的 而且像我這支手機 是雙核的 還不是四核的 跑起來已經夠順了 所以你是四核心 或者你RAM更大的話 往那跑起來更 更快速 完全一點都不會卡卡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樣的話 馬上就可以做出來了 你會發現 真的是 做App的 算這個應該算是 最快的 OK好 那這裡的話 想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欸